幾樓到幾樓住人 幾樓到幾樓 這是火燒之前 城中城大樓內部景象 走廊髒亂狹窄 一間一間的小套房 有些門鎖壞了 乾脆用鐵鏈充當鑰匙 銷售中的七平大空階 內部雜亂 有高雄第一軌樓之稱 四十年前曾經繁華一時 一樓到四樓是商場和歌廳 二十四小時都有店家營業 五六樓是電影樂 七樓到十一樓是套房住家 十二樓是餐廳 直到嚴城區商缺沒落 隨之而來商場倒閉 大樓缺乏管理人員 公共空間雜亂 今年六月份的實價登錄 創下一坪二點八萬 等於只要二十七萬塊 就能買一間套房 早在一九九九年 陳中辰也發生過火警 當時出動了眾多消防員 救出二十八名老弱婦孺 太過便宜的房價 大樓成為不少社會弱勢 邊緣戶欺身之處 更不可能有多餘的錢支持都更 如今又一場無情火 讓這些弱勢的人更加無助 TVBS新聞高雄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哦